洪先生最让人佩服的一个地方 是他的这个学习的精神 他在书里面他在专栏里面其实也好几次有提到 他真正正统的上学他上到中二他就辍学了 但是之后他对于知识的渴求 是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跟能够真正像他那样做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他家里有几千本书 朋友不问我同一个问题 出师的目的是什么 装男的时候希望我把取业中的一道双甜苦辣 成功跟失败的一些案例跟大家分享 特别想要出来创业的年轻人 给他们一个方向跟避免走燕丸路 所以我们大家从他身上都有学到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我觉得单单讲是很厉害 但是如果能够做出来做到好 那个就是更厉害 洪董事长根据他多年的经验 篇诊出这一本生意经 我觉得文章虽短 但原以中肯 自治真言 老板出招 洪顶梁经商真功夫 正式发布 老板林医会创办人洪顶梁 本着和大家分享学习的心得 讲八十篇专栏小故事 结集成一本图文并茂的经商宝典 通过导读会和演讲等方式 和大家一起学习 彼此交流 过去的付出 今天的成果 洪顶梁二十年的努力 使老板林医会成为中小型企业的一个学习品牌 老板林医会也成为一个备受肯定的新加坡品牌 在这个学习圈 不分你我 不分大小 彼此一样 以学习为目的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在各界朋友的支持下 老板出招这本书 在短短五天内 就卖出了一万本 这可以说是新加坡中文书籍出版的一项壮举 没有一路的坚持 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每个星期的投稿 八十个星期的努力 成就了发布会的热闹场面 更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相聚的时光 这是红顶梁平生第一次的个人新书发布会 有了今天的成果 红顶梁还是会虚心学习 为老板林医会创造更多的机会 同时他也信心满满的期待 老板出招第二集的面试 过去是这样 未来也还会是一样 红顶梁将继续他的学习之路 把他经商的点点滴滴 画成文字 写成文章 和大家一起成长 一起分享学习的欢乐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老板再次出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俳是订阅 film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订阅 中国人议 重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